我认为大多数央行都不会做出改变 主要取决于美联储的动作 最少选择是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乔斯里卡特·加恩来自于Guardian Trust FX 马里奥德拉吉发出了警告 声称利利率时期将会给欧洲金融市场带来风险 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 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风险具有竞争性吗 在过去的24个小时当中 德拉吉发表了很多有关风险的言论 但是他能够做的并不多 我认为未看到太多的变化 美联储预计欧洲央行将会继续宽松 而在下一次的欧洲央行会议上 可能只会产生更多的言论 而不是真正的行动 欧洲央行非常的依赖于美联储所做出的决定 现在真的是这样了 风险真的来了 长时间的低利率将会导致恶性通胀 目前你如何来控制这样的环境 很多国家的财政出现了紧缩 税收政策杂乱无章 还有一些国家 例如意大利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 没有任何的办法 也不存在任何逻辑在让别人拿出钱来 至少马里奥德拉吉和欧盟 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给予资金方面的救助 来让整个意大利脱离困境 所以我们并不期待会迎来更多的相关的言论 但是预计这次的叙事方式会和之前的一样 中国的贸易平衡数据将会在本周公布 在特朗普对中国敌对情绪下 该数据将会如何呢 我认为并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我预计数据将会继续改善 对于中国所做出的改变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中国在利率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改变 他们的确会立即带来影响 但是深层的变化 结构上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需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才能够观察出 我认为这期的数据 将会在人们的预料的范围之内 但是有一些因素仍然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比如特朗普为美国钢铁公司 和钢铁制造商带来的一些想法 统计数据有所上升 这需要归功于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对来自于中国的冷闸扁钢 增收高达522%的反倾销关税 为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只是特朗普将会进行的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例子 这样做可以让美国的公司和生产商 在很多个月甚至是很多年里受益 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一些小型的公司 在短期内会有所抱怨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 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 结果会和预期的一样 在未来的六个月到一年里 很多事情将会有所改变 美国和中国之间将会开始逐渐地出现小摩擦 我们可以打赌 中国已经把相关的资源在不同的市场进行了部署 预计非洲将会是目标市场之一 还有中东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可以预计的是欧洲 英国和欧元区 将会成为中国的平衡市场 用来对抗美国的首要目标区域 加拿大央行行长斯蒂芬·波罗兹已经暗示了 由于加拿大经济的不稳定 很有可能将会改变利率 但是市场预计利率不会改变 那么你对此有怎样的预测呢 你问我会有怎样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通过特定的模式来观察一下 需要观察数据因素 还需要关注央行的表现 预计同样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 他们不会做出改变 因为目前大多数央行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可以回想一下日本央行 黑田东沿已经进行了两到三次的避震干预行为 直升机撒钱政策 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无法做到 他们的政策违背了世界经济的趋势 在他们的920手枪中只有两到三发子弹 已经没有更多的政策可以实施了 他们在强迫经济周期的前进 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现在已经无法控制了 所以说无论OPEC的协议是否能够签署成功 家园都会处在风险当中 加拿大失去了汽车行业 转移到了墨西哥 所以经济位于动荡之中 其他的那些能够决定我们未来的因素 会有怎样的趋势呢 商品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可能市场在2017年 将会调整对商品的期待 因为不同的压力正在到来 英国退欧带来的后续影响 以及现在意大利的危机 我认为大多数的央行都不会做出改变 他们是否会做出改变 主要是取决于美联储的动作 而缺少选择是我们每一个人 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好的 感谢你的参与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都高斯贝电视 再见